Italy 啦! i-t-a-l-y 等於 I truly, always love you 大家好 網絡時代的來臨之後 不同的英文宿舍 陸續留言 作為一個文明的都市人 我們必須緊貼時代的步伐 我們就一起討論一下 五個現今最流行的英文宿舍 第一個我們就說說比較常用的G2G 這個字跟G4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首先我們要看看每個字母代表什麼 第一個G就是GOT 而二字代表TO 而最後的G就是GO 所以G2G基本上就是解決我要先走 下一個字我們就要說YOLO 簡稱YOLO 而把字拆開就是解決 You only live once 就即是說你只會活一次 這句話跟生命母體2 小心第一步是完全無關的 意思甚至是相反的 正所謂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這句話是鼓勵人 即使冒著生命危險 也要享受人生 不要因為沒有去做 而後悔莫及 因為當你看到悔悶 在一個人的眼睛 就很痛苦 因為你不能說話 下一個字就是上班最不想見到的 ASAP 即是ASAP ASAP是由ASUNED AS POSSIBLE 組成的 即是那些老闆最喜歡用的 準快 所以一看到這個字 就知道不能不加班 喂 又要怎樣 曲石的錢 我說不出給你聽 快 玩東西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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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我們就講一下 BRB BRB就是解 Be right back 的意思 中文就譯為馬上回來 而這個字大多數都是聊天用多 I'll be back 而這次最面一個就是FOMO 簡稱FOMO 而FOMO的傳寫是Fear of missing out 也就是解錯失恐懼症 那什麼是錯失恐懼症呢 如果這位空姐有興趣的話 不如我跟你share 我不跟他一起啦 好 等近 我要 就舉個例 如果有隻股票不斷升的話 而你又不想錯失了這個賺錢的機會 就帶手買入 以這一種呢 就是FOMO的心態 多謝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們comment like 和訂閱我們 拜拜 來吧